嗨,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娜娜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也就是太庙的西门 太庙的西门和故宫的五门只有一墙之隔 故宫的五门,东侧是太庙的西门 西侧是中山公园的东门 这个视频咱们不看风景也不去故宫里面 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这个故宫票物的一些问题 有很多朋友不太了解这个故宫对哪几种人是免票的 哪几种人是半票的 那今天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我们先介绍一下故宫的门票 它是分为淡计和旺计 每年的4月1号至10月31号是旺计 门票60块钱 11月1号到3月31号为淡计 门票是40元 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啊 旺计门票60,淡计门票40 咱们这里只说的是门票啊 故宫里边呀还有两个场所是需要单独购票的 一个是钟表馆,一个是珍宝馆 这两个馆的门票都是10块钱一张 每个馆都是10块钱 如果您不去参观呢 就可以不买这个票 在这说一下啊 故宫啊想来参观 现在的购票方式都是网上预约 提前1到10天来预约就可以了 在故宫博物院的官网上 刚才呀我介绍的故宫的票价 是他的标准票价 淡计40,旺计60 不包括钟表馆和珍宝馆 现在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哪些人是免票的 哪些人是半票的 这儿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 从12月3号开始 就可以预约12月10号以后的 未成年人的免费门票了 以前故宫的门票呀 是6岁以下 还有就是1米2以下的 未成年人门票是免费的 现在他从12月3号开始改了 是18岁以下的儿童都免费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让未成年人免费参观一下 咱们国家故宫博物馆 因为里边有好多国宝 这样的话让未成年也可以 更多的了解 这个咱们国家的国宝啊 一些知识 珍宝馆和钟表馆 也是这个未成年人呀 也不用再买票了啊 那还有就是离休干部是免费的 残疾人士是免费的 这是免费的这个人群啊 那咱们现在再来说一下 半票的人群 以前呀是包括大中小学生 含港澳台的学生 不含成人教育和研究生 凭学生证或者学校的介绍信 可以购买学生票 也就是半价票 但是这个12月3号开始 这个未成年的 18岁以下的都是免费的了啊 但是这个未成年人呢 虽然不用买票了 但是你必须得在网上 预约一下名额啊 那第二种呢 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 凭这个身份证 可以购买半价票 第三种是持有北京市社会保障金 领取证的可以买半价票 第四种啊 离休干部凭离休证明 可以免费参观 还有就是残疾人士 凭残疾证免门票 还有就是三八妇女节 当天妇女是半价票 还有就是六一儿童节 以前是14岁以下的儿童 半票 然后陪同的家长 有一位家长是可以享受半票 但是他不是从12月3号改了 未成年人都是免门票的了吗 那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 应该就是一位陪同的家长 可以享受半票 八一建军节的时候 现役军人 凭有效证件 是可以免费参观的 说了这么多啊 基本呢 就涵盖了所有的人群 大家呀 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啊 如果您没有听明白 建议您呀 多听两遍 或者是收藏一下这个视频 如果您呀 多听两遍 还没有听明白的话 就通过评论区提出来 我呀会在评论区 给大家一一回复啊 有一点呀 要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这个故宫的门票呀 是非常紧张的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门票优惠之外 在这个旺季 还有这个节假日啊 是一票难求 因为现在它处于一个限流的状态 目前啊 每天是三万人 如果是在旺季和那个节假日啊 肯定是不够 就是说咱们肯定是 不一定能预约到当天的票 所以啊 咱们来故宫之前啊 一定要提前在这个官网上预约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醒大家啊 故宫开放时间是 每周二到周日 周一是闭馆的 全年都是这样啊 如果有特殊情况 需要闭馆也会提前通知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因为我前两天就周一来天安门 就有遇到有客问我 今天怎么不能进去啊 他就不知道周一闭馆的这个事 这样一下把他的这个行程啊 全都打乱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安排好行程 周一 他是闭馆的 不单包括故宫啊 北京几乎都是周一闭馆 像公王府啊 毛主席纪念堂 国家博物馆 还有很多这些产馆啊 基本都是周一闭馆 包括一些大的公园啊 包括颐和园呀 园明园呀 天潭呀 他虽然整个公园 他是开放的 但是里边的一些园中园 周一也是闭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安排好行程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记得点关注点赞啊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